2018年初学已至,由柳宪华、陈都林李茂贤子亲情加盟的如果爱,为爱同行昨晚,在湖北卫视高田播出第三期,柳宪华与陈都林,在西安街头,与最帅交警,共同执勤维护交通秩序,无料突发争吵,当街纠缠户队,引路人劝架和好,又在动作训练时,互撩疯狂发疼,老子夫妇成都学察艺, 抱笑夫妻PK,或成都市民捧场,宠老婆狂礼貌别样的态势,火锅家情书告白,让陈子感动不已,感叹,这比恋爱的时候都甜蜜,此节目开播以来,两对CP情感升温,节目的收视也一路高涨,第二期节目恰逢跨年夜,如果爱似一股清流,在意众争奇斗艳的跨年晚会中传递爱,传递公益正能量,给观众在新年, 带来不异样的力量,昨晚播出的,第三期节目更是传递了,隆隆的爱与责任,观众们都赞到,看完节目都想谈恋爱啦, 刘仙华陈都林的户队斗嘴,仿佛就是我和我男票,给节目组打透,情侣间的小爱,和社会中的大爱无缝结合,超级治愈, 刘仙华陈都林,向西安最帅交紧洋棚,学习交通安全,执勤动作帮助路人,穿上制服的二人,成为西安街头亮丽的风景线, 陈都林温柔,为刘仙华解开领口,第一粒扣子,刘仙华抚摸陈都林茂颜,上演温柔摸头沙,动作训练时,更是忍不住偷牵小手, 互描对方,你的动作不标准,我只是帮助你一下,你不要误会有互对互撩不断,向路人猛喂狗粮,从第一期初,与尬聊到如今甜蜜互撩, 刘仙华与陈都林感情进步飞速,网友看了都忍不住喊,甜哭了,请放过单身狗,本期节目中,除了二人相处的甜蜜,还传递了,更多爱的正能量与感动, 其实,他们在交通安全执勤任务前,接到三岁女孩投诉,帅气正直乐与助人的交警, 杨哥生活中是个,坏爸爸,从来不在家陪他,但是通过辛苦的交通执勤,刘仙华与陈都林体会,到穿上制服的责任与成就, 对交通警察这份职业,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,也十分敬佩,杨哥折小家为大家的精神, 他们通过对小家大爱的理解,在未来二人相处时,也更能体谅和理解彼此,牵手走在成都的街头, 帽子夫妇,在本期节目中,享受着难得的二人世界,殊不知一道空降任务,学习传承,中国传统文化龙行十八世, 让甜甜蜜蜜的,夫妻秒变竞争关系,硬汉礼貌的真茶技术,变身花撒喷射茶馆, 贤子一盏歌喉甜美拉票,惹得茶馆中的,成都市民欢笑声一片, 帽子夫妇,虽然倒茶功夫还未修炼到家,但是两人跟随着降人降薪的师傅, 学到了要认真用心的,传递爱与快乐,夫妻知道也如同茶道一样,需要开水来冲掉,增添温度,也如同火锅,各种食物,在热气腾腾中相互融合,包容和理解, 李茂英老婆,在他泰国出差时随口的一句话,想和你一起吃泰式火锅, 为贤子在成都准备了一顿特别的泰式火锅,并且还送上12只玩具人偶惊喜礼物,和一封情书深情告白, 你既是软肋也是铠甲,我是你的大树,你是我最爱的女人,让贤子感动不已,两人久久相拥, 看样子如火爱,已经成为明星伴侣们爱意升温,甜蜜恋爱的最佳选择。